杨幂自出道以来,可以说便一直昭黑,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确太红了,或许也正是因为太红的缘故,所以黑他的人自然不会少,不是被大家质疑整容,就是被网友吐槽情商低 然而他的作品却一直是备受大家肯定的,尤其是自己成立工作室后,资源更是好的不得了,而近几年,他的作品也主要是仙侠剧为主,这也迎合了很多观众的口味,自然也让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作为八十后的新生代小花,杨幂已经跻身于一线明星行列,他的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更是奠定了他在仙侠剧中的地位,尽管是八十后的老阿姨了,而且已经做了妈妈,然而在剧中却依然是仙气飘飘 最近有网友爆料称,杨幂又接下了一部仙侠剧,这是根据漫画《狐妖小红娘月红天》改编的电视剧,虽然本人并没有确认和官宣,然而他的头号大粉却已经透露了此事,而且面对粉丝的不满,也做了很多的解释 据悉,《狐妖》电视剧的超话也已经建好,只等选好主持人维护秩序了,而且男主角的人选也已经透露,他就是九十后小鲜肉龚俊 对于这种题材的电视剧,想必两位都已经轻车熟路,杨幂自然不必多说,而龚俊此前也被称为是最英俊的古装男主,此次两位能够合作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,自然是能够一保眼福了 然而对于两人的组合,却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嘲讽,首先是因为杨幂的年龄,毕竟作为一个八十后来说,他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些新的戏录的 总不能靠仙侠一辈子,而且有意思的是,每次他合作的男演员仿佛都是一些小鲜肉,不知是角色原因,还是个人有次爱好 其实最让人质疑的还是他在自降身价,毕竟自己也是八十后的新生代演员,而龚俊更是因为之前的唐石事件一直风平不太好,此次他能够和龚俊合作,不知会不会败光路人员 而且这种鲜而走险的做法,也让很多人觉得他是不是资源走下坡路了 其实小编觉得,杨幂真的应该尝试一种新的戏录,不能总想着要迎合观众的胃口,自己要大胆尝试,向观众证实自己的演技,尤其作为一名真正演员,这样才能够走得长久 即便不管对手演员是谁,至少能够被观众认可,否则则是拜光自己的路人员,你觉得呢?